好,上次呢,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七杀的装备配备,符纹搭配,还有PK技巧。 今天呢,我们就要实际地看一下,在这种装备配备,然后技能搭配的效果之下,PK的效果。 OK,先看一下这个装备的配备,龙魂属性。 先看一下武器,武器由于精力实力缘故呢,所以只能达到加久的效果。 加十呢,是曾经失败过一次,没有,精力再加第二个车。 那么看一下,在这里武器选择的是免爆、攻、雷伤,最优的攻击选择。 水域的话,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,可以打一个刺激敏捷,那融合最终的军色是最好的了。 下面呢,饰品,饰品所有的要求有敏捷、攻击两个属性。 哦,这话尽量有,没有的话,就只能依靠左侧的装备,领别成衣的,高等级领别成衣来做一个弥补。 然后,领爆攻之后呢,就会先建议整个最大气血,来使其他的生存能力提高一点。 也本身就是一个碎皮之一,也就是说,像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项链一样,领爆攻最大气血。 这是我建议的,呃,视频,视频搭配吧,视频和攻击链一样搭配。 其他的话,尽量打攻击水,打攻击链一样的打到攻击,有最大的效果是西沙的气候。 在我这些气候中,我也提到过,就是西沙的表演都是一击地面的效果,一击不同,一击不同的能力嘛,就重新退出战天游走。 嗯,再看一下这边的头甲,头甲和鞋子其实也是有攻击融合的,但是由于,呃,攻击融合属性比较难收吧,然后,所以说,在能力范围之内吧,只能收到这个雷伤属性,雷伤属性,这样的攻击属性。 嗯,像衣服,肩带,还有这个手套的话,衣服,肩甲,手套的话,呃,这里都是有攻击属性的,当然,衣服是因为没有时间换了,所以只能先这样,嗯,那么,肩甲,肩甲是有雷属性伤害的,包括手套也是有雷属性伤害的,呃,由于这,这三个部分,也就是衣服,呃, 还有金甲,还有手套是没有攻击融合属性的,所以说,假如为追求最大输出的话,只能选择雷伤属性伤害这个合线,那再看一下,这样装备配备之下, 我们的攻击力,反对它有分属性吧,呃,攻击力的话,达到是两千,两千以上,达到两千里了,呃,雷伤属性伤害呢,就是,呃,257,然后想看雷伤属性伤害,其他对技能带来的 收益和这种,跟机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啊 然后,看一下,这个,无人的配备,无人的配备,在这里,我们配备是按17年获利直杀,也能强行採判的伤害 那么,可能有,有的玩家要问了,这里,之前小单挑出到的就是,需要配备杀戮的目的,这次也没有配备,因为这次, 呃,找的是谁,对象呢,是一个神像,呃,在对待神像过程中呢,神像的技能cg也非常短的,假如用这些发布无敌的话,一千多也得是神像一个恢复技能cg的时间,呃,特别是神像的控制力能突刺,呃,三秒的,三秒的控制时间的话,就会对,造成很大的伤害,所以,还是追求,尽快的,搞定神像,然后,使他没有机会,放出第二个突刺,呃, 嗯,好了,我们现在进行一下尝试,由于呢,我是双开,所以大家不要介意这个,呃,就是不要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,呃,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朋友为我,呃,呃,为我来做一下这个视频,所以这次主要是自己做这个视频, 好,有人单体接起来,OK,一个安息,一个残忍,好,接一个雷闪,隐身,继续控,OK,看一下这边,这边有一个控制时间,OK,有人单体,好,破语去杀,OK,依靠秒掉,你大概连招就是这样的,假如对阵上,咱们假如对阵上, 呃,雷霜,雷霜,雷霜或者非雷霜,雷霜,雷霜或者非雷霜的话,总是有必要在他们的,杀戮的问题,呃,因为雷霜是真的一事,他们的总先呢,呃,就有一个控制性,呃,雷霜的话,就还有一个设计,呃,雷霜的,现在雷霜进下这个盾的话,大家要注意一点,就是,打破这个盾,你们呢,本身呢,能量持续不够,所以就会把雷霜的进入过程中,注意,需要有点血迹的问题, 呃,之后呢,我会为大家帮忙做一个,对阵雷霜的视频,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关注一下,嗯,嗯,到,在沙路无敌的话,到时候呢,我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时机,放入这个沙路无敌,到时候呢,我应该也能找到一个朋友,来跟我一块做完整的一个视频,呃,这次的视频就,天道教员,谢谢大家, 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